到五三點四三分 日本宮崎縣東部海岸日向灘 發生瑞士規模7.1強震 對於日本大地震 是否有相關安全疑慮 即將前往日本遊玩的台灣民眾 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台灣已經發生那麼多地震 我們先拍 那這次出國有沒有增加 那個保險的額度啊 有 但是不是因為發生地震 是在前幾天最經濟 保險這次有沒有因為地震 去增加保額 我們本來就有做保險 多數民眾表示 平常在台灣就常常遇到地震 對日本地震保持平常心看待 也不會因此特別增加保險 今天一早桃園市消防局 消防員們整理裝備 相關生命搜索器材全部裝入袋中 等待消防署指示 即刻配合前往協助救援 根據了解宮崎縣同時也是 桃園市地結的姐妹室 市長張憲政表示 將會持續追蹤地震後情形 並且隨時提供必要的幫助 可是我現在談判